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7日 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二的晚上 跟大家更新最新的消息 這節要說的是全港 不分政見 不分黃藍 不分光譜 全港就是預備大攬炒 為甚麼這樣說呢 我們今天較早時間也跟大家揭露過 即將會在1月8日 爆發這個 港澳 湧港潮 原因也很簡單 即使不是有這節要說的東西 這個復星醫藥 忽然 宣佈的事項 即使沒有這件事 本身 就是到了1月份 即將 預備通關本身也會爆發 就是會有大量的內地人前往 身邊 不同的地方 例如港澳這些地方 他們會去 搶購這個藥物 例如推銷藥 感冒藥 換言之 其實內地的 遊客 你自己問一下自己 你也知道你不是真正的遊客 所以其實道理很簡單 我們已經一再強調了 你現在出外不是旅遊 根本不是旅客 你出外 是為了 解決現在中共造成的武漢肺炎 對你造成傷害 你是去出外尋找 答案 尋找解決的辦法 所以你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這裏也要再講一些原理 一些藍絲五毛 永遠都是不講道理 最簡單的道理也是 不複雜 世界之間 不同的國家 互相開放關口給對方的人物 最基礎最基礎的原因 是大家有互相的信任 歐洲可以互相開放 美國可以互相開放 日本可以開放 台灣可以開放 最根本原因 在於大家 對於防疫方法 對於疫情的評估 大家是有共識 有共識得來 大家對對方 是有信任 換言之 一直以來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對中國大陸 根本不信任 不信任的 不是內地人民的問題 內地人民是載體 你的背後才重要 你的背後 是刻意操弄 武漢肺炎 香港也是另一個情況 所以 全世界 西方國家 香港和中國內地 是要分開三個問題來討論 香港 就是另一個情況 香港是明知道當時香港的疫情 和防疫大致上去到甚麼地步 但是港共政府那班官員 有自己的agenda 一定要 強制透過公權力實行自己 心目中 的大計 所以 他的情況和中共都類似 不過他當時 的計謀 和中共的計謀 不相同 我們在這節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其他朋友和國內朋友 記得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 繼續支持 我們有相當多節目黃標 所以 還有很多節目標題 不能夠出街 只能夠用英文字母 希望大家繼續 欣賞播放 好 這個是復星 復星忽然之間 公佈 他透過這個手機應用程式 叫做復星健康 出了整個公告 海報甚至乎寫著 去香港打疫苗 復必泰 二架疫苗 加強針香港 接種指南 好 下面也有一欄 立即預約登記 這東西很明顯是在配合 1月8日 放寬入境限制 所以他就正式宣佈內地人可以去到香港 打復必泰二架疫苗 加強針 開放的內容是開放給內地連滿18歲的人士 已經打了兩劑 這個叫做新官 滅活疫苗的人 他們自費 去到香港 打復必泰二架疫苗 作為加強針 他們也建議如果曾經感染武漢肺炎 可以 在三至六個月再打二架疫苗 這個情況一定不會適合 現在的內地人 現在的內地人全部是新的確診 為甚麼我們說這個是大攬炒呢 首先我們再說多一次的原理 任何一個地方 的公共醫療 醫療資源 都不應該是用來服務 其他人 其實任何一個地方 就是服務當地人 除非那件事 明確地是為了出口而做 這個 你很難去說 說公共醫療資源 就算不是公共醫療資源 即使是私家醫院 都是屬於醫療資源 而醫療資源一定是有公共成份的 不是說我是私家醫院 所有東西就等於徹底是私家 最簡單的例子 金融 中心也是一樣 交易所 他是有公共成份的 換句話說 當地 是有政策 是對他有優待 他才能夠存在 任何一個地方 地方資源 公營資源 根本不應該是對外服務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即是 北京的醫院不是服務上海人 上海的醫院不是服務北京人 不是服務四川人 不是服務香港人 除了你說你是真城旅客 真的來到剛好發生意外 又或者發生了病痛 在當地看醫生 這個大家都理解 所以其實邏輯很簡單 是沒有理由 中國內地 大爆發 跟著中國內地 幾億人口 跟著你說要用香港作為 開放 給你去打疫苗的地方 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為甚麼 不是在這三年預備好呢 為甚麼這三年甚麼都沒有做過 到最後 內地 解封 跟著大爆發 跟著需要去香港 接種疫苗呢 復星 是國內公司來的 為甚麼 這個疫苗 復必泰 在內地 不能夠注射 要在香港注射 這個全部 是內地政府 即是中共政權要去回答的問題來的 而不是說現在開放了 你們有些香港人不打疫苗 所以國內人下來打 根本就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根本就不是現在有多疫苗 有多了疫苗 就應該捐上去 為甚麼 是要叫內地人要去香港接種疫苗呢 坦白說 除了 你說這是一個刻意的計劃之外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原因 中國內地大爆發 你現在跟我說科學防疫 跟著轉頭跟我說 開關 轉頭叫內地人下來打疫苗 會發生的直接後果 就是大量根本 是確診的人 又或者是潛伏的人 就會來了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 除了大家 預備交叉感染之外 你是看不到有任何事情會發生的 如果那麼關心內地 內地的一個政策 讓復星 這個二架疫苗 在內地注射就已經可以了 為甚麼 要在這個時候 忽然之間 要在香港 安排給內地人下來打呢 其實我們覺得很簡單 因為中共 這次 有一個很大的陰謀在背後 而要執行這個陰謀的時候 香港 始終還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換句話說 如果要發生像北京那樣的情況 似乎在香港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進行 世界對於一個地方開不開放 其實這個政策 一定要是對大家 互相信任 對大家有共識 大家是建基於同一套標準 有秩序地 逐步去開放 而中國大陸 現在 很明顯 是有刻意 播毒的成分 在裏面 雖然 我不認為這個計劃會成功 坦白說 但因為我認為 到最終 病毒的殺傷力會下降 但是他現在在做的事 是不可以讓他得逞的 即是別人 生病的時候 快要好 大家 對復康者 互相接流 中共在做甚麼呢 中共就是刻意有病 然後想傳播給別人 然後說別人歧視他 他是刻意 想把病毒帶到香港 就算香港不是 井噴色大爆發 很明顯香港的醫療系統 很明顯同時也會崩潰 換句話說 有大量的人 是會因為 有大量的人湧下來 佔領了大量的醫療系統 令到本地原本 可能跟普漢肺炎沒有關的人 無法得到診治 這是直接解釋到為甚麼 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 就算倒轉得一樣 就算你說現在 有大量香港人湧上北京 也是不正確 當地醫院的設計 一定是服務當地人的 而他的計算 一定不是計外國遊客 而是計當地有多少人 當地什麼時候有需要的 換句話說 當地的東西沒有可能是為了服務 其他地方而設計的 即是床位 病床 醫生 護士的數量 全部每一樣東西是根據當地的需要 而設計的 所以這個絕對 是一件刻意製造出來的攬炒事件 我們不知道到底殺傷力 到底深度 到底破壞力有多大 但是可以看到的 是中共刻意去做這件事 港共刻意去做這件事 而現在做的事 每一樣東西 都在打緊港共自己的嘴巴 之前他們說的嚴密防守 疫苗通行證 安心出行 口罩令 9000多人問你去了哪裡 每一樣東西 全部都是謊言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更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